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学过设计基准地震 也有学过最大考量地震 今天我们会说明中小度地震 我们知道最大考量地震 它的回归期是2475年 设计基准地震 它的回归期是475年 中小度地震的话 它的回归期会更小了 那就是说最大考量地震的话 是2475年才发生一次 那就是说它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地震 那设计基准地震的话 是每475年会发生一次 然后这个中小度地震的话 大概每30年发生一次 那就是说最大考量地震 就是越罕见这样子 然后呢中小度地震赤支 对不起 那个是设计地震赤支 然后中小度地震回归期了 这个最短 那就是说最常见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最大考量地震也好 这个设计基准地震也好 那我们都用到这个韧性这样子 那就是说当它韧性越好 建筑物的韧性越好的话 它的那个责减的越多这样子 那就有可能啊 在这个地震力不大的时候啊 那这个结构呢 就进入这个状况 这个降伏的那个状况这样子 那因为地震力不大的时候 那就说这种地震呢 是经常会发生这样子 那这种经常发生的地震的话 它都进入这个降伏状况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这个结构啊 要经常啊做这个维修这样子 那么就会增加我们的困扰这样子 然后根据台湾地区的危害度曲线特性 那如果说以30年回归期啊 当作是个中小度地震的话 那么我们就希望啊 在这个中小地震的时候啊 结构是维持弹性的 那弹性就是说地震结束之后呢 它会回复它的那个形状这样子 那就是说不会产生任何的那个损伤这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取这个30年呢 那因为30年的地震啊 如果说在50年啊 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几率啊 是80% 那就是说它的发生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那在这种常常发生的地震呢 那我们就希望说啊 这种地震之下 结构还是弹性的 那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的那个损伤 不需要做任何的那个修复这样子 那阶段文字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2.10.1节啊 里面有说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个30年回归期的那个地震啊 它的那个普加速度啊 大概是475年回归期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就希望说啊 这个任性R超过4.0的地震呢 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不会过小 那就是说当它任性超过4.0的时候 任性容量超过4.0的时候 那就是说地震力折减的非常多 那非常多 那就是说在这个小地震之下 它很可能啊会进入这个降伏 那就是说结构啊 会某种程度的那个损伤这样 所以呢 对于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地盘 那我们怎么设定它那个中小度地震呢 那我们就直接啊 把这个475年回归期的那个地震 不做任性的那个折减 然后呢 再把它乘上这个4.2分之一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来看说这个I 如果说4.2用1.4来取代的话 那说I除上1.4αY 然后SAD除上FU 我们经过一个Modification 再乘上W 那么这个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也是475年回归期的那个地震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啊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做任性的折减 所以我们把这个FU 乘进去了这样子 然后呢再来因为它的震度比较小 那我们呢也把它这个除以这个4.2这样 那就是说当这个FU 这个除以啊 这个3的时候啊 除以3 因为4.2的话可以把它视为1.4乘以3 那就是说FU除以3 如果等于1的话 那么中小度地震跟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呢会一模一样这样子 那就是说FU等于3的时候 那么中小度地震跟设计基准地震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 那当然前提的话就是说 当我们的FU是等于3的时候呢 它们两个就是一样 那什么时候FU等于3呢 如果R等于4 那么我们这个RA啊 就是1减去4减1除以这个2 那就是说4减1除以1.5的话 那就是这个2 2加1的话就是3 那就是说当R等于4的时候呢 而且它是这个长周期的那个结构 那么FU呢就会等于3了这样子 那么我们这个中小度地震呢 跟我们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呢 就会一模一样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呢要特别说明一下 当我们计算SAD的时候啊 我们不需要考虑到进段层的调整因子 NA跟NV这样子 那原因就是说当这种中小度地震 它的地震不大 所以它的震源呢 都不会是这个靠近断层了 或说它纵然是一个断层的破裂 都是个深度的破裂 没有破裂到这个地表这样 所以这个NA NV啊就会等于1这样子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中小度地震呢 相对于设计基准地震的话 那就说一个我们把它乘上FU 那就说不做任性的那个折减这样 再来啊本来我们是除以1.4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除以4.2这样 那就是说当FU除以3大于1的话 那么就是说它的韧性非常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小度地震呢 就会高于设计基准地震 当这个FU除以3小于1的话 那就是说它的韧性不大 那么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呢 就会大于啊 这个中小度地震这样 那这个式子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164 2-16A这个式子里面可以找得到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台北盆地 那台北盆地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那我们不做任性的折减 那就相当于说我们把它乘上FU了 然后呢再来我们把这个地震力啊 这个乘以3.5分之1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2-16B4啊 里面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中小度地震 跟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啊 做个比较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FU除上这个2.5 那就是说2.5 然后再乘上这个1.4 就是3.5 那就是说FU除上2.5 如果是大于1 那么中小度地震啊 就会比较大了 那如果FU除上2.5 小于1的话 那么中小度地震啊 就会比较小 这个FU除上2.5 等于1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当我们R等于4 那我们在这个台北盆地啊 R A就是等于1加上R减1除以2 R减1除以2的话就是等于1.5 再加1的话就是2.5 那就是说R A呢 就会等于2.5 那就是说如果它又是长周期的 那么FU呢就等于2.5 那这个时候呢 FU除上2.5就刚好等于1 那就是说中小度地震啊 跟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啊 就会一样了这样 那如果这个R大于4 那就是说我们的FU啊 就等于R A 假设它这个结构是个中长周期的话 那么这个FU啊 就是这个大于这个2.5 那这个FU大于2.5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中小度地震啊 就会比较大 那我们就会用比较大的地震啊 之下它还是会啊 在这个弹性这个范围这样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明宅 那这个明宅呢 是坐落于啊 花莲县的那个瑞穗乡 那跟这个玉里地震啊 那个水平距离啊 在这个2公里之内 然后呢 这个公子呢 是属于这个地内的 坚实的那个地盘这样子 然后这个明宅呢 是个钢筋混凝土构造 那现在要求啊 在中小度地震之下的最小设计水平 总横力 然后这个V star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呢 这个已经有了一些资料了 譬如说I是等于1.0 W呢 是等于146.05 然后呢 SSD呢 是等于0.8 NAD呢 是等于1.42 FAD呢 是等于1.0 S1D呢 是等于0.45 NVD呢 是等于1.58 FAD呢 FVD呢 是等于1.0 那AlphaY呢 是等于1.0 FU呢 是等于2.463 这样 那我们在之前的那个单元呢 已经算出啊 这个设计基准地震V 就是等于0.274的W 是等于40吨F这样 那最大考量地震VM 那是等于0.270的W 是等于39.4吨F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要找这个V star 那这个V star的话 就是中小度地震这样 它是等于I乘上FU 除上这个4.2AlphaY 那为什么4.2呢 因为它是属于地类地盘 那么这个分母呢 就是4.2 再除上AlphaY 再乘上SAD 除上FU 然后呢 经过Modification 再乘上这个W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说 这个在之前的那个计算里面 在我们计算那个设计基准地震 这个NAD是用1.42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小度地震 那中小度地震 因为这个地震不大 所以呢 它不可能是一个进段层地震 所造成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NA呢 就不需要放大 就是用1.0这样子 那NA用1.0的话 那我们这个SS啊 就是等于NA乘上SSD 就是等于0.8乘以1.0 那就是等于0.8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是D类的那个坚实地盘 所以这个FA呢 是等于1.0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算出SDS了 SDS呢 就等于FA乘上NA乘上SSD 那就是1.0 再乘上1.0 再乘上0.8 那我们最后呢 就得到0.8这样 那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中小度地震的SDS 跟我们的那个设计基准地震的那个SDS 那设计基准地震的SDS的话 就是FA1.0乘上NAD1.42 乘上0.8 那么就会大于这个0.8了 那但是中小度地震呢 因为我们不需要考虑进段层了 因为这个中小度地震呢 不可能是因为进段层而引起的一个地震这样 那么说这个NA都等于1了这样 所以我们的SDS呢 就是等于0.8这样子 就比我们这个设计基准地震的SDS啊 小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现在要找这个SD1 那因为我们要找到SDS 找到SD1 我们最后才能够把这个SAD找到这样子 那一样我们来看说 原来这个NVD呢 是等于1.58 那因为啊 这个公子啊 是坐落在距离这个运里段 这个2公里以内这样 所以这个NVD呢 是等于1.58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现在是要考虑到中小度地震 那说中小度地震啊 不可能是因为进段层的破裂而引起的一个地震这样 那如果是一个进段层 它靠近断层 断层又破裂的话 那么它的那个震度呢 就不可能是个中小度的那个地震了 所以我们的NV呢 就等于1.0了 那S1的话就是等于NV乘上S1D这样 NV是1.0 S1D呢 我们之前就找到的是0.45 那1.0乘以0.45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是0.45 那因为这个公子啊 是D类的那个地盘 坚实的地盘 FV呢就等于1.0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SD1就等于FV乘上NV再乘上S1D 那就是等于1.0乘以1.0乘以0.45就得到0.45了这样 那我们回头啊再看一下说 当我们在那个设计基准地震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FV呢是等于1.0 NVD呢是等于1.58 S1D呢就是0.45 那他们这个三个乘起来啊 就会高于 远高于0.45这样子 那因为在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呢 它需要考虑近端场的那个效应 而在这个中小度地震呢 并不需要考虑到这个近端场的那个效应这样 所以这个SD1呢 算出来啊是比较小的 那就是说我们NV呢是用这个1.0这样子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是已经知道 在这个中小度地震之下 SDX是等于0.8 SD1呢是等于0.45这样 那我们有了SD1 有了SDS 他们两个相除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T0了 那这个T0啊就是在中小度地震之下 这个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这样 那它这个结果呢是等于0.45 除上这个0.8 就等于0.5625秒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我们用它的那个高度 再用这个经验公式 得到呢是这个0.268秒这样 那这个结果的话 在我们这个前面几个单元啊里面啊 就已经计算过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呢 它是介于0.2倍的T0 跟这个T0之间这样 那在这个范围的话 就相当于啊这个平台段 或说等普加速度段这样 SAD啊就是等于SDS 那这个SAD等于SDS SDS呢 那我们之前就找到 它是等于0.8 所以这个SAD呢等于SDS等于这个0.8这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知道SDS 也知道SDS 也知道SDS 也知道这个结构的那个普加速度啊 系数是等于0.8 然后这个系数呢是没有单位 它是多少倍的那个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SAD 就是等于0.8倍的那个G这样子 那跟着呢我们要找这个FU 这个FU的话就是结构系统的 地震力折减系数这样子 这个FU呢跟两个这个参数有关系 一个的话是结构的那个基本阵容周型 我们已经知道说它是0.6 0.268秒这样 它是介于啊 这个0.2T0到这个0.6T0之间这样 所以在这个范围呢 这个是用等能量法来找到这个FU这样 所以这个FU呢就等于Square root of 两倍的RA-1开根OUT这样 那最后呢就等于2.463 那这个2.463跟我们这个之前啊 设计基准地震啊是一样的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RA呢是怎么得到呢 就是我们是等1加上4.8 减去1 除1.5这样 那因为我们的R啊是用这个4.8 减去1 再除上1.5 再加上1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RA这样子 那现在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找到SAD 找到FU这样 那跟着的话我们要把这个SAD啊 除上FU 看需不需要做一些Modification 做一些修正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SAD除上FU 那这个SAD之前就找到是0.8 这个FU呢之前也找到是2.463这样子 那他们相除之下呢 就等于0.3248这样子 那这个0.3248就大于3 那大于3呢 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折减这样 小于3 我们就不需要做减这样 那大于0.8的话 那我们就是打一个7折这样 那说介于0.3到0.8之间的话 那我们用一个线性的内差这样 那我们线性内差的公式就是这样子 就是SAD除上FU theModification 就等于0.52乘上SAD除上FU 加上0.144 那么就等于是0.3129这样 所以到目前呢 我们又把这个SAD除上FU 的那个Modification 找到了这样子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R有了 FU有了 就是2.463 SAD除上FU的Modification有了 是0.3129 AlphaY有了 是1.0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乘起来之后啊 然后再乘上这个W这样 那最后呢 这个V star 这个V star呢 就是中小度地震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这样子 它就是等于0.183的W 那我们把这个W啊 是等于146.05就在这里 146.05噸F 把它沉进去之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V star 就是中小度地震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就是26.8噸F这样子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把V找到了 V呢 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VM也找到了 VM呢 就是这个最大考量地震 V star也找到了 就是中小度地震这样子 那跟着的话 我们就是要拿哪个力量 来做这个设计呢 那就说我们这个水平的那个提震力 就是等于V 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VM最大考量地震 V star中小度地震 这三个数值 我们取它的maximum 那我们用这个三个数值的maximum 就是做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地震力 所以这个V呢 就是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之下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那这个475年回归期的地震呢 它还有两个名称 那一个名称的话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在50年之内超越这种地震的几率呢 是10%这样 那这个VM 就是2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之下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 这个2475年回归期的地震呢 也有另外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的话是最大考量地震 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说在50年之内超越这种的几率 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几率呢 是两个percent这样 那V star 那V star呢 就是中小度地震 之这个最小设计水平总行力这样 那我们有V 有VM 有V star 那我们取最大的值 然后呢 作为它的那个设计地震的利益 那我们在这边呢 整理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V呢 就等于I 除上1.4αY SAD 除上FU 经过multipation乘上W 那这个V呢 就是设计基准地震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把1.4αY搬到左边 IW也搬到左边 那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1.4αYV 除上IW 就等于SAD 除上FU 经过一个multipationm这样子 那这个VM呢 就是最大考量地震 然后它就等于I 除上1.4αY 然后SAM 除上FU 然后经过multipation W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1.4αY搬到等式的左边 I乘上W 也搬到等式的左边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1.4αYVM 就除上IW 那就等于SAM 除上FU 经过multipationm这样子 然后VSTAR呢 就是看说它是D类 第二类 第三类地盘 还是这个台北盆地这样 那如果是D 123类地盘的话 那么这个VSTAR就等于I乘上FU 除上4.2αY 然后呢 再乘上SAD 除上FU 经过multipationm 然后再乘上W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的话 这个VSTAR就等于I乘上FU 除上3.5αY 再乘以SAD 除上FU 经过multipationW 那如果说我们把1.4搬到左边去 αY也搬到左边去 I W 都搬到左边去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1.4αY VSTAR 就除上这个IW 那如果是D1 2 3类地盘 它就是FU 除上3 SAD 除上FU 经过multipation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的话 那就是FU 除上2.5 乘上SAD 除上FY 经过multipation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在这个等式的左边 1.4αY IW 都是一样的 所以1.4αY 除以IW 1.4αY 除上IW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它们的差别呢 一个是V 一个是VM 一个是VSTAR 所以这个V VM VSTAR的大小呢 就取决于3个 一个的话就是SAD 除上FU multipation 一个的话是SAM 除上FU multipation 那如果是D 123 类地盘的话 那就是FU 除上3 然后呢 SAD 除上FU multipation 如果是台北盆地的话 那就是FU 除上2.5 SAD 除上FU 经过multipation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一下VSTAR 就是中小度地震 跟这个设计基准地震 那如果是D123 三类地盘的话 那这个谁比较大的话 那就看FU 除上3 那如果FU 除上3 大于1 那就说这个结构的韧性很好 那么中小度地震的话 就是比设计基准地震大这样 那如果说FU 除上3 小于1 那就说它的韧性没有那么好 或说它的周期没有那么长 那么中小度地震的话 就会小于这个设计基准地震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台北盆地 那这个在台北盆地 究竟是中小度地震大 还是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大的话 那主要看这个FU 除上2.5 那如果FU除上2.5 那就说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够大 然后它的韧性够好 然后使得它的RA A大于这个2.5的话 那么这个中小度地震 就会是比较大这样 那如果FU除上2.5 小于2.5 那么这个中小度地震的话 就会比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大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究竟FU除上3大 还是FU除上2.5大 大于1 或者说哪一个大于1 那就是看它的韧性 也要看说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 那我们回到这个例子 也是同样的那个民宅 它是坐落于花莲县的瑞穗乡 然后呢跟玉里断层的那个距离呢 是在2公里以内的 然后公子呢是属于地内的 那个坚实的那个地盘这样 那现在要求啊这个民宅 这个最小的那个设计水平总行率 那因为我们要找这个最小的那个设计水平总行率 所以我们这个三个地震都要考虑的 一个是V V那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或者说是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或者说在50年内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 几率呢是10%这样 然后再来是VM VM是最大考量地震 或者说是2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或许说在50年之内 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几率是2%这样 然后再来是VSTAR 那就是中小度地震这样 那我们找吧这个V 然后VM VSTAR 那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最大考量地震 中小度地震 三个那个地震力呢 取一个maximum这样子 那取一个maximum的话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呢是最大的 那就是0.274个W 那就是省于40个吨F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设计最后呢 那我们就用40吨F 40吨F 来做这个地震力 来设计这个结构这样 好那这个刚看到那个地震力的话 是所有地震力的总和 就是这个总和是怎么来呢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楼层的那个地震力 把它加种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水平的那个地震力了 那现在的话 这个是个总共的那个地震力 要怎样分配到这个每个楼层这样子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结构物啊 就是说需不需要在这个顶层啊 有个外加者那个集中的那个地震力这样子 那我们叫做FT这样 那需不需要这个外加者那个集中的恒力的话 就是看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的周期这样子 那如果是结构的那个基本的周期呢 这个是低于0.7秒 那么因为这个周期啊 这个比较短 那比较短的话 这个楼层是比较低的 那么它这个顶楼啊 那个位移量啊 或者说加速度量啊 并没有特别大这样 所以呢 这个就不需要啊 这个外加一个集中的那个行列这样子 那就是说 当这个T小于0.7秒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有 在这个顶层不需要有这个集中的那个行列这样子 好 当这个T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大于7分之25秒的时候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相对来讲比较软 那比较软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顶层啊 就需要一个集中的那个行列这样子 那就是说因为啊 这个这个楼层那个地震率呢 它就并不见得按照一个倒三角形的那个分布这样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顶层那边呢 需要有个集中的那个行列 那这个行列是大小呢 多大呢 就是0.25VD这样 就是我们的水平地震率的那个四分之一倍 那我们呢把它集中在这个顶层这样子 那如果是介于0.7秒到这个7分之25秒的话 然后这个顶层的那个外力的话 这个行列的话 那就是用0.07T T就是结构的那个基本中周期 VD的话就是这个水平的那个地震率 所谓水平的地震率的话就是把 所有每个楼层的地震率加重起来 得到一个水平的那个地震率这样 那这个式子的话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 2-174 那我们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民宅为例这样 那我们这个民宅呢 我们知道说这个民宅这个T啊 这个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啊 它是0.268秒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正中周期啊 小于0.7秒 那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矮的那个房子这样 那说说这个顶层的那个集中横力的话 那就是等于0 就是顶层的那个外加的那个集中横力呢 就等于0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顶层啊 不需要外加一个集中的那个横力这样 那跟着看上说这个地震率在这个数项分配 所谓数项分配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个牵直方向 就是每一个楼层啊 究竟分配多少的那个地震率这样 然后这个地震率的分配呢 基本上是跟这个楼层的重量 还有了楼层的高层啊 成个比例来分配这样 所以它的分配大小呢 跟它的高层有关 跟它的楼层有关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这个DIF 就是DI层啊 这个FIF DI层分配到的那个地震率的话 那我们是把这个VD 减掉FT 这个FT呢就是顶层集中的 外加的那个集中的横力 我们先把它扣掉 那扣掉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楼层的重量 楼层的高层啊 来做这个分配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再把它除以 这个Summation Summation呢 J是等于二楼到这个顶楼 WJF 乘上这个HJF这样子 然后这个I呢 是等于是二楼 三楼四楼 一直到这个顶楼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把 按照啊 这个楼层的那个重量 还有楼层的高层啊 来做这个地震率的那个分配这样 那这个WIF呢 就是建筑物DI层的那个重量 这个HIF呢 就是建筑物DI层 距离G面的那个高度 所以这个就是DI层的那个高层这样子 那建筑物的那个DI层 不含顶层的那个水平地震率呢 就是FIF 那建筑物顶层的那个水平地震率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FRF 就是顶层的那个水平地震率 再加上它的那个额外增加的 集中的那个行列这样子 所以是FRF加上这个FT这样子 然后这个式子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2-184啊 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那每一个楼层的那个地震率呢 那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DI层的那个 这个地震的那个减力 那这个减力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DI层以上 所有的地震率加重起来 那么就是DI层的那个减力这样 那说J等于I到1 J等于I加1到这个顶楼这样 把这个FJF全部加重起来这样 那这个I呢就等于1楼 2楼3楼到这个顶楼减1 比如说如果是它是有这个4层楼的话 那就是1楼2楼3楼4楼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看 回头看看我们的那个例子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这个这个名材呢 是钢筋混凝土造 它是两层楼 那这个楼高呢 是这个6公尺这样 那就是每层楼高呢 就是3公尺这样 那现在要求啊 各楼层啊 的那个地震率 还有它的那个地震的那个减力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2楼 2楼的那个重量啊 那是79.10吨 然后顶楼的重量的话是66.95吨这样 那一般而言啊 因为顶楼呢 它少了半层的那个柱子 那它的重量会是小一点点这样 那建筑物全部的那个进载重的话 就是WLF 2楼的那个重量 加上WR Roof RF 那就是把那个Roof 就是顶层的那个重量加重起来 那就得到这个W 那这个W呢 就是146.05的吨F这样 那我们这个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这个水平地震率呢 就是40吨 然后呢 这个顶层外加的那个集中行力呢 是等于0 不需要外加的集中行力这样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VD 40吨 分配到这个二楼去 分配到那个顶楼去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告诉我们啊 每一个楼层的那个地震力 是按照它的重量 还有它的高层来这个分配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重量越大 那么它的分配到地震力越大 那这次合理 那因为重量越大的话 那是代表说同样的加速度之下 它的那个惯性力会比较大 所以呢 地震力比较大这样 然后呢 再来是高层越高 然后分配到地震力越大这样 那因为我们呢 假设啊 这个地震呢 是按照一个低个模态 或者说按照一个三角形的那个分布 那么那个越高的话 它的那个震动量 震动的幅度越大 那越大的话 那自然的惯性力越大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回到这个历史来讲 这个FRF 那我们就是把VD 减掉这个FT 然后呢 在这个W2F 这个二楼的那个重量 H2F 二楼的高层 除上分布是什么呢 分布是二楼的重量 二楼的高层 加上 顶楼的重量 乘上那个顶楼的高层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这个VD 除上F 减去FT 因为FT等于0 所以呢 它是40吨这样 然后W2F 就是二楼的那个重量 是79.10吨 然后二楼的高层是3公尺 那我们再看这个分母了 分母呢 二楼的重量是79.10 二楼的高层是3公尺 顶楼的重量呢 是66.95吨 顶楼的高层呢 是6公尺这样 那我们得出来的话 这个二楼的那个地震力 14.85 14.85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顶楼的那个地震力 那顶楼的地震力 我们一样按照它的重量 它的高层来分配 再来 如果它有个集中的 横力的话 那我们就是加上一个FT 这样 在我们这个例子 这个FT是等于0 因为这个结构的周期 是小于0.7秒这样 那一样 这个顶楼的重量 是66.95 顶楼的高层呢 是6公尺 那我们经过这样分配之后呢 那我们就是要说 顶楼的那个地震力 是25.15吨F这样 那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说 这个二楼的地震力 14.85 顶楼的那个地震力 25.15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地震力的话 基本上楼层越高 地震力越大 那因为顶楼呢 的那个高层 是高于二楼的 所以那个顶楼的那个地震力呢 就会比较大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FRF等于25.15 大于F2F等于这个 14.85这样 那当然这个有没有例外呢 会有例外的 那虽然说 我们知道说楼层越高 这个高层就越大这样 但是如果说 它的重量特别特别小的话 那有可能啊 使得这个高楼层的那个地震力的话 是低于啊 这个低楼层的那个地震力这样 但是一般而言啊 除非说你有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退缩 那不然的话这个顶楼高层 越高层的那个地震力的话 会低于啊这个低层的那个地震力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简历了 简历的话 我们这个一楼的简历 那一楼的简历的话 我们就是把二楼的地震力 加上顶楼的那个地震力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14.85 加上25.15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算出来说 这个二楼的那个地震力呢 就是14.85吨 顶楼的地震力的话是25.15吨 那这两个加起来 刚好等于我们的VD 就是我们的水平的那个地震力 是40吨F这样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二楼的那个地震力 二楼的那个地震简历 那二楼的地震简历呢 就只有这个顶楼的地震力 那么我们就等于25.15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地震力来看 二楼的地震力14.85 顶楼的那个地震力25.15 所以从地震力来看的话 越高楼层地震力会越大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从简历来看的话 一楼的那个简历是40吨F 二楼的那个简历的话是25.15吨F这样 那就说楼层越低的话 那它的那个地震的简历就越大了 原因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看这个地震力的话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呢 那结构呢 基本上是按照第一个模态就摆动这样 那就说楼层越高 它的摆动幅度越大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地震力来看的话 楼层越高地震力越大这样 那我们再看说这个简历的话 因为简历是我们把上面的楼 楼层的那个地震力全部加重起来 是简历 那所以说这个简历呢 是从高楼层啊 累加到那个低楼层这样 所以呢 低楼层的那个简历 就会高于啊 高楼层的简历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从高楼层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 往下累加这样 越低楼层的话 它的那个地震简历啊 就会越大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呢 整理一下说 如果要找一个水平地震力 那一个建筑物的那个水平地震力 它那个程序是什么这样 第一个 我们要找475年回归期地震的 最小设计水平总行V 那这个475年回归期地震呢 我们说过它有两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 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在50年之内 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几率呢 是10%这样子 所以这个V呢 就等于I 除上1.4αY SAD除上FU 经过Modification 再乘上这个W 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要找2475年回归期的 最小设计水平总行率 那我们叫VM 那这个2475年回归期的地震呢 它也有两个名称 那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最大考量地震 那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说 在50年之内 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几率 是2% 所以这个VM 就等于I 除上1.4αY 乘上SAM 除上FUM 经过个Modification 再乘上这个W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这样子 那第三步的话 就是要找中小度地震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率 我们叫它VSTAR这样子 那这个VSTAR的那个球取的话 就有两种情况这样 一种情况的话 它是D1 2 3类地盘这样 那这个应该是2 那它的公式呢 就是I乘上FU 除上4.4αY SAD 除上FU 经过Modification 再乘上W 那另外一种情况的话 是台北盆地 那台北盆地呢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4.2 用这个3.5取代这样子 那其它是一样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从第一步 我们知道这个475年回归期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率 从第二步 我们知道2475年回归期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率 从第三步 我们得到中小度地震的最小设计水平总行率 那我们把这三个取最大的 最大就是最保守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设计用的最小水平地震力呢 我们叫VD 然后这个VD啊 就是Maximum of V VM 还有这个VSTAR这样 那我们说我们把这个设计基准地震 最大考量地震 还有中小度地震 我们找到各自找到它的地震力 然后呢再取它的那个最大值 那我们就是用它来做这个设计这样 好 当我们这个VD找到之后 那我们就是要分配到这个每个楼场这样 第一个的话 我们看说这个顶层外加的集中行率FT是多少这样 那这个FT呢 就看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 那如果结构的基本震动构期没有那么长 就是低于这个0.7秒 就是比较低楼场的话 那这个FT呢就是等于0 那就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顶层外加一个集中的行率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结构的基本周期高于 比这个7分之25秒长的话 那我们就有0.25倍的VD把它集中在这个顶层 那把这个行率集中在这个顶层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介于0.7秒到7分之25秒之间的话 那我们就用0.07乘上这个基本震动周期T 再乘上VD VG就是我们设计用的那个水平地震地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FT找到 就是顶层外加的那个集中行率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FT找到之后呢 那我们把这个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第六步了 那第六步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每一层 究竟分配到多少的那个地震力这样 就是我们把这个水平的地震力VD扣掉FT 就是顶层外加的那个集中行率这样 那扣掉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它这个每一层的重量 还有每一层的高层做这个分配这样 按照这个比例再做这个分配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FIF就是DI层所分配到那个地震力这样 我们就是VD-FT乘上WIF乘上HIF Divide by summation J等于2F到RF WJF HJF这样 那这个I呢是从二楼三楼四楼一直到这个顶楼这样子 那第七步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每一层啊 它的那个水平的那个地震力这样 那如果是DI层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上面这个湿值FIF就可以了 那顶层的话我们这个FRF再把这个顶层外加的那个集中行率啊 把它加起来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FRF加上这个FT这样子 那基本上的话这个楼层越高 因为它的高层比较大 说呢它的分配到的那个地震力呢就会越大这样 那除非说这个房子是退缩很厉害 那就是说这个高层的那个重量啊 比起低楼层的重量啊小很多 那才会有例外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算到每一层的那个地震力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每一层的地震的那个减力这样子 那就是说DI层的地震的减力 我们就是把DI层以上的那个地震力把它加种起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VIF就是DI层的地震减力 就等于Summation J等于I加1到这个Roof到RFFJF 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把DI层以上的地震力全部把它加种起来这样子 那这个I呢可以是一楼二楼三楼到RF减一楼这样子 那我们这门课的话用到那个参考文献啊 包括结构学的课本 工程数学的课本 钢筋混凝土学的课本 那再来的话我们有两本规范 一个的话是建筑物的耐震设计规范 另外一个的话是混凝土结构的那个设计规范 那这两本规范呢都可以在内政部的营建署的网站免费下载这样 那还有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呢就是混凝土工程啊设计规范的应用 就是土木404100的这个上册跟还有这个下册这样子 好我们这个单元啊在这边告一段落 那谢谢大家 那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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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